英國庫資銀行早前關閉前英國獨立黨前領袖法拉奇的帳戶 外媒報導 英國財政部這個星期將召集19家英國大型銀行及金融科技負責人 討論言論自由問題 要求說明如何確保客戶不會因為它的言論和政見而被取消銀行帳戶 英國財政部約見包括郭文西敏市銀行、匯豐銀行、倫敦萊斯銀行及巴克萊銀行等 19家英國大型銀行討論言論自由問題 報導引述這19家銀行將被要求展示如何確保客戶可以訪問支付帳戶 而不必擔心因為合法表達而被取消銀行帳戶 早前英國獨立黨前領袖法拉奇表示 接獲英國私人銀行庫資銀行通知將關閉它的銀行帳戶 並在母公司西敏子銀行為它提供一個新標準帳戶 法拉奇上個星期發布從固資銀行索取的一份長達40頁的文件 以了解它關閉帳戶的理由 當中文件表示 考慮到法拉奇公開表達的觀點 繼續令法拉奇作為客戶與固資銀行作為包容性組織的立場不符 法拉奇認為此一項不受質疑的決定 將意味著英國和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信用體系沒有什麼不同 根據英國法律 主流銀行張戶提供商不得取消客戶的基本銀行服務 也不可以基於宗教、種族等特徵進行歧視 他們還有公平對待客戶的監管義務 財政部也表示 公司必須提前90天通知客戶關閉帳戶並說明原因 本來閉帳戶